欢迎收看小高 最近啊 咱们的小跳水明星 全红蝉跟着奥运冠军陈梦 他们一块去了澳门 参加了个公益活动 这几天玩的那叫一个开心 网上到处都是他们的路透小视频 在澳门待了三天后 全红蝉又回到了北京的国家队 继续埋头苦练 准备后面的比赛 说到澳门之行 有件挺逗的事 活动第一天 全红蝉和其他冠军 一起去了澳门城市大学 跟那里的学生们面对面聊了聊天 没想到 大学校长一看全红蝉来了 立马在现场就邀请他去上学 还说会给他全额奖学金 全红蝉一听挺高兴的 连连点头答应 这下可好 好多粉丝都琢磨着 全红蝉是不是已经想好 要去哪所大学了 或者说他未来的学业 已经有了着落 说不定就要去澳门城市大学深造 提升文化素养 为将来继续留在国家队做准备呢 不过啊 这事可能还得再看看 虽然粉丝们都挺希望 全红蝉能上个名牌大学 但实际情况有点复杂 当时全红蝉答应校长 那也是在活动现场 双方就是口头说了说 而且校长一直追问 全红蝉也是不想让对方尴尬 才勉强答应的 至于到底去不去 现在还真不好说 毕竟全红蝉还想再拼一间奥运会 那是四年后的事了 四年后大学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政策 谁知道呢 话说回来 澳门城市大学确实挺有名 校长也很有诚意 想让全红蝉去读书 也能给学校增光 但对全红蝉来说 他选择的名牌大学多了去了 澳门离他老家还远 以后上学 工作 生活都不方便 他要是想上学 说不定会选择广东 或者北京这边的名校 毕竟离国家对近 方便多了 再说了 全红蝉自己也在央视采访里说了 他还想在赛场上继续努力 跳出更好的自己 所以啊 那些喜欢全红蝉的粉丝们 咱们就耐心等等吧 全红蝉还年轻着呢 四年后也才21岁 等他结束职业生涯 再去读书 也不迟啊 咱们就好好看着全红蝉 一步步成长 期待他在赛场上再创佳绩 说不定哪天就能追上 甚至超过他的师父陈若霖 成为新的奥运五金王呢 等下说好了 再读书